新竹有名富人喜欢搜集稀有的特殊宠物 多次行窃蜥蜴乌龟跟鹦鹉等等 那么这些特殊宠物其实价格很贵的 像是偷来的豹纹鹿龟要价台币2万 让施主气得跳脚 经过宠物店外 富人东张西望 确定四下无人一把抓齐铁龙 偷走这只宠物乌龟快步离开现场 大辣的就是连龙子一起带走啊 就带走就对了 对对对 会不会很可恶啊 当然可恶啊 富人因为喜欢搜集特殊宠物 这些宠物可都要价不菲 像是偷来的一只罕见暴龟 市价高达2万元 宠物主人气得跳脚 小偷再次光顾决定报警逮人 相关的切到前隔有十几条 那他之前有好几次都是因为偷动物 偷动物被人家移送法办 那据他自己在讲 他都看到喜欢 就会带着就走 富人被捕深感后悔 因为特殊喜好 竟然犯下窃盗罪 而偷来的动物 也都将归还给宠物店与原寺主 无法饲养最爱的蜥蜴和乌龟 还要吃上官司 真是得不偿失 记者严日荣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现 点赞 订阅 转发现 明镇与 Mittele